你今天幹嘛穿這樣 爽啦 沒有啦 你們有沒有好奇 就像是那個化妝品的一個起源 因為如果要追溯的話 我們要講到 公元前四千年前的古埃及說起 所以我今天才會穿成像這樣子 有點 那種 埃及風 你剛剛是說埃及嗎 是埃及啊 是 但是你這個穿法是希臘 你是說這個嗎 對啊 就很簡單的一條鋪嘛 因為你看後面 哎呀就是盡量能找到什麼 就是直接湧上 太往地邊去了 對 有點混血的感覺 好所以今天就是要帶你們認識一些 古埃及的化妝品 那在古埃及啊 最有名的一個化妝品像就是眼線 但是它的那個製成方法 其實就是從古代那些紋線找下來的話 也有好多種好多種的配方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拿當時的一些材料 來做成眼線 畫到眼睛上面嗎 會不會畫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做起來到底會不會成功 那我們就一起來試試看 那古埃及啊 當時不只是女生會化妝 其實男生他們也很多會化 比如說眼妝啊 甚至是唇妝都有 那我們首先就先從他們最有名的眼線說起好了 當時的眼線配方非常的多種 那我這次就截取幾種材料 然後我們來嘗試著做做看到底 用當時的那些材料 然後研磨製作成的眼線 畫出來到底是什麼效果 所以你知道做法是什麼嗎 但是不知道啊 好像也沒有看到人家說什麼故作 反正我就是看 比如說有杏仁有方籤礦還有碳粉 可能還會再加上一些油 反正我就把它都磨碎 就看看到時候加進去 來一來會變什麼樣子好了 這一次就是一個實驗性的項目 這是方籤礦 因為當時其實 它有毒性嗎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毒性 不過當時用的一些材料有些是有毒性 比如說好像有用鉛啊 或者是一些地這種金屬的一些元素成分 然後他們就是把它弄碎 然後再研磨 但你問我有沒有毒性 我也不是什麼毒物專家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可以拿你試試看啊 然後另外這個杏仁的話 他們是講說要把杏仁就是烤焦 可能就要把它變成像碳一樣之類 然後再把它研磨而成 然後另外有像是碳粉 但我覺得這兩個的概念應該是一樣 就是讓它變成是焦黑的狀態 然後最後就是他們可能會混上是一些植物的油份 或者是動物的油脂混合 變成那種液體的眼線 方籤礦是一種常見的硫化物 嗯 結構非常脆弱 因為還有多種毒物質 長時間接觸或吸入塵埃 都有個人導致牽動 喔 它很美耶 你看它 反光 這種控制是 它 牽 聲 等元素 共同合成 在整個歐洲都能找到 長時間接觸會導致人脫毛 真的嗎 還是安全一點好了 那埃及人怎麼會有這種手套 我們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因為我們要拿杏仁試試看嘛 應該會烤很久 所以我們就先去烤杏仁 直接放進我們的氣炸鍋 對 就是氣炸鍋 埃及有氣炸鍋 當然是沒有啊 喔 200度 我們先跑個 20分鐘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埃及人可以吃爆米花 拜託 現在都2022年 為什麼埃及人不能吃東西啊 我說古埃及人 這件事我不知道啦 除非他們 弄巧克力 做的爆米花 玉米應該很久以前就有了吧 歐洲人在15、16世紀開始 跟美洲有助民結束 將玉米帶回歐洲 也帶到其他股價 所以 公元前五千年 埃及人是沒有玉米的 沒差啦 我應該不是生在那個時候 哎呦 很黑囉 應該OK吧 滿美麗的 我們烤好杏仁了 還在叫欸 杏仁還在滴滴泡泡的 先搗碎一顆看看 磨碎的杏仁 可是這也是咖啡色的啊 要怎麼做演員 可能有不同顏色的眼線吧 下一個我加一點碳粉好了 不然眼線不夠黑 接下來我們來磨一下這個毒物好了 這要怎麼磨 我也不知道 好像會有東西下來 可是這個東西要花到眼睛上面 還要把它磨碎好麻煩 好 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了 不是 這是原因粉嗎 沒有啦 差不多啦 加一點類似的嘛 因為你看 太難磨了 他們是差不多都有一點閃亮的那個 這裡也有一點閃亮的感覺 有沒有 一點亮粉 還是好好加一點加一點 意思意思加一點 不要啦 所以我們來加一點 碧麻油 也不知道要加多少 邊加邊攪拌 感覺可以喔 好像黑芝麻糊喔 完成了 但是他們其實那個時候 不是放到 這樣子的容器裡面 他們是放到一個 像是小木盒 然後 旁邊 它會再插一支 木鉗 一個他們的眼線套組一樣 這個木鉗會比現在這個粗 粗蠻多的 他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上眼睛 沒有 我先畫在手上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質地可以畫成功嗎 我也不確定 好像是蠻黑的耶 很黑 很夠黑 你看 因為還有碳粉 其實這個質地是可以的耶 這個濃稠度也是OK的 沒有問題 那你會畫槓 你說畫在我臉上嗎 對啊 其實我做的很黑耶 可以啊 我做的很好畫 那我現在來畫一個 之前 那時候有名的一個 眼線畫法好了 就是那個 Nafatiti 其中一個皇后 那福弟弟 是有點往下的 有那麼一點樣子了嗎 這好像小偷 小偷 你說漢堡神頭喔 他們其實那時候為了畫這種眼線呢 或者是眼影的話 他們主要不是為了就是好看而已 還是為了要比如說像保護眼睛 然後還有就是等於說殺菌 然後還有降低蟲害 因為那邊的那個陽光真的是很強烈 所以等於說他們畫這種眼妝好像可以阻擋一些陽光的傷害 那這個眼線的形狀啊 也有不同的樣子 比如說會仿造像是荷魯斯之眼 也就是在古埃及那邊很重要的一個圖案 據說畫上這種荷魯斯之眼的這種眼線形狀 它等於說可以讓你分辨善惡的能力 或者是可能捍衛你的健康還有幸福的這個作用 就差不多那種概念 你好像就有個護身符的感覺 有嗎?畫完這個再配上我現在最深奇奇怪怪的裝扮 有比較埃及人一點嗎? 看起來比較像愛怨的 還有另外一個彩妝品是埃及人那時候很常使用的 也就是唇彩 那時候的那個唇彩啊 很多也是從礦物去製成的 比如說像我手上的這個是褶石 這在中藥店可以買得到耶 這感覺像是路邊的褶 好像是蠻像的 然後他把它研磨成粉狀 然後再去混合風蠟 我記得好像還有其他的石頭一些礦物 甚至好像還有紅寶石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他們很喜歡研磨不同的礦物去做成彩妝品 反正褶石是其中一種 你看一摸手就紅了 代表他是蠻有一個軟色力的 另外還有一個他們常常用來做唇膏的成分 是貴族喜歡使用的 也就是這一包 這一包裡面其實都是蟲子的屍體 就是胭脂蟲研磨而成 當時他們可能不一定會把它變成粉 他們可能就是直接蟲的屍體這樣攪爛之後 就開始可能混合風蠟或一些其他成分 然後就會變成他們的一個唇彩 我們看有什麼味道 一股草味耶 因為胭脂蟲他們那時候是吃蟹人掌嘛 應該也不會有太多奇怪的味道 對啊 這是蟹人掌冰的味道 可能很像 蟹人掌冰吃起來有一個草味嗎 對 有一點生長的味道 不會難聞 就是一個草味而已 好我們用胭脂蟲來做做看唇彩好了 好首先我們先加入油脂 那我現在用的就是有一點蜂蠟脂的這種 護唇產品 我現在這個底座它是會加熱的 所以它會慢慢的融化成液體 帶者石我都買了還是做一下好了 那跟胭脂蟲有什麼差別 帶者石的話那時候我查 它就是平民等級在用的 比較便宜啦 可能就真的是你講了地上隨便的那種圖 然後剛好可以染色 所以它們就拿來做成唇膏了 那時候在中藥店買 它還說可以清熱降火 還有什麼帶者石湯 是真的假的 知道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中藥店好像也是有時候 會賣一些有毒的東西喔 我不知道 像P霜是不是中藥店就可以買到 你今年只進了半斤的P霜 你哪能一斤P霜賣給人家 好像有點難攪碎 我直接丟幾塊小的下去看看好了 那有喔 有嗎有嗎 好像又沒有了 有啦有 它顏色有變比較紅耶 你可以試試看 平民的感覺 這就是窮人的顏色嗎 吃土色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查資料 他們說是平民比較會用這種 帶者石去做唇彩嘛 所以顏色可能比較吃土色吧 就是窮人的顏色是不是 我待會等一下涼一點 我們來試試看顏色 接下來就拿菸汁蟲來試試看好了 其實菸汁蟲到現在 說有一些彩妝品 還是會使用它 拿來做染色 另外好像還有聽說 比如說像 好像果醬 甚至是一些食品 都有可能會用到菸汁蟲 超快就融化了 比剛剛那個石頭好用 顏色超紅的 這顏色很美耶 有點帶紫色調的紅 好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帶者石做的顏色 這個顏色就是比較一般平民在使用的 平民在用的顏色 有點吃土的色調 我覺得這個顏色算是現在蠻流行的色調耶 就是一點裸棕色調的這種顏色 這上到嘴巴上面應該會很好看 年輕女生應該會很喜歡這種吃土色 我們來試試看貴族的顏色 聽說菸汁蟲的這個唇彩啊 它也會比較持久一點 比這種帶者石的顏料來的更持久 這什麼怎麼那麼紅 太厲害了吧 果然是貴族的顏色 這個是血紅色耶 有沒有看到 果然是Cleopatra 埃及艷后在用的顏色 我就直接拿這個菸汁蟲來上嘴好了 菸汁蟲紅 好飽和喔 這蟲很高級 不是這顏色很高級 這蟲的確也很高級 因為這個蟲的粉很貴 絕對比一般色素貴很多 它顏色很好看耶 這是紅坦色吧 埃及艷后這種顏色嗎 那麼高級啦 很時尚耶 這兩個顏色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吃土色還是這種 埃及艷后色 現在這個畫起來感覺比較高級 對我覺得這個顏色它呈現出來 真的很像在走紅坦的那種紅色 有一點深 但是上到嘴上就看起來很有氣勢的那種效果 接下來他們為了愛漂亮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會做 這個的話就比較不算是彩妝了 算是他們的頭髮 他們很喜歡戴假髮 這種類似編織類型的這種假髮 看起來很好笑是沒有錯啦 但他們真的 你去看那些古文物上面 他們真的有很多類似這種編織的 不包含前面這個部分 但他們就是會有這種編織的假髮 而且它不只是女生愛戴 男生也很喜歡戴假髮 不只是為了漂亮啦 主要是為了衛生 衛生為什麼 因為那邊算是極端氣候 所以它那邊的日夜溫差很大 所以陽光很強烈 你會一直流汗 然後你的毛髮比較多的話 就很容易滋生細菌 所以他們很多人會喜歡直接把毛髮都剃除 甚至連頭髮都會剃掉 因為他們覺得有毛髮 會是一件比較不潔的事情 所以埃及人蠻多是不會留頭髮 對 但是他們會戴假髮 為了眉關 然後也會避免那個太陽直射 會讓整個人會很熱 因為他們這種編織的材質啊 可能是真人的頭髮 因為有些人可能還是會為了要留頭髮 去做這種編織的假髮 平民的話他們就像是一種稻草 再好一點可能就是動物的頭髮 最好的話就是真髮 把真人的頭髮去編織的整頂 那這個就是人造絲 然後當然它就是防造 應該算之前的髮型吧 當然也有一點落差啦 其實這種假髮的話 他們還會彰顯不同的身份地位 這種類型的應該還是 這是高級貴族 對呀 這種應該像是高級貴族 才會有這種哩哩哩哩的東西 不然其實通常都是草編織的 還不會有這種一顆一顆還給你香什麼珠子喔 種死了 貴族就要很貴花 像現在身上好像也有一堆很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你覺得這個造型是還OK的嗎 我是不知道喔不OK啦 就我覺得蠻適合你 蠻適合我嗎 你要就這樣出門 才不要耶 超麻煩的 而且我現在都很想要趕快卸妝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到底對我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如果你們還想要看 比如說什麼樣的朝代或什麼歷史 或哪個國家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